開心 很開心 DDA 謝謝黃偉軸市長 走 小朋友開心得又叫又跳 因為房間有了嶄新床鋪 明亮地板 就連書桌台燈也一應俱全 這是南投一家石口擠破屋 由善心人士幫忙 重新整修過了嶄新空間 但也被發現 明明發生在南投縣 這些志工卻是來自 台南市勞工局的做工行善團 事實上我第一時間 是我們LINE副總統 他因為媒體的揭露之後 他先LINE給我 但除了台南的志工警告綱 跨越好幾個縣市前來會刊 也被發現帶頭的 還是有官方身分的市府勞工局長 都被外界質疑 是否飛向過河玩很大 現在有成立這樣在做的 有高雄還有我們屏東嘉義縣 其實一家石口擠破屋的故事 遭媒體披露後 南投縣府也介入調查 結果發現屋主阿公 擁有上千萬存款 加上土地等資產 根本是小康之家 不過外界沒有看到 當地政府出面處理 而是由台南做工行善團 幫忙改善 也被質疑是否把公帑 用到了外縣市 原本只好是一樁 沒想到台南市府主動宣傳 幫南投民眾修散房屋 加上年底就要選舉 難怪被外界解讀 單純的行善動作 似乎多了政治含義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